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无疑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王朝,因为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王朝。 所以关于元朝皇族,乃至元朝这个朝代究竟有没有汉化? 还有蒙汉语言不通,元朝皇帝是说蒙语还是汉语,他如何与众多不同族裔的大臣沟通,也一直是许多人好奇的焦点。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了解这个话题,来看看元朝皇族究竟汉化了没有。 客观地说,在蒙古帝国时期,汉文化对蒙古大汉家族的影响是比较边缘化的,不过随着蒙古帝国疆域的扩大,原来经朝的北部地区被其逐渐纳入其控制之后,蒙古大汉家族为了稳固其在汉地的统治,也很快在汉地开始实施已如治国的政策。 当然在早期,蒙古帝国上层对于已如治国也曾有人反对,但这种言论一出,马上受到了蒙古汉庭的汉化契丹大臣耶律储才的激烈反对,也就此打住了。 而到公元1233年,也就是蒙古灭亡经朝的那一年,沃阔台就下令仍以燕金父子庙为国学,并下令让部分蒙古子弟学汉人文字,甚至还在一封圣旨里说,蒙古子弟在学校学汉语时禁止说蒙古语,如果发现一次就打一剪子。 也是在公元1233年,耶律储才又劝说蒙古台恢复了山东孔氏家族世袭衍圣公的地位,在同一年当时的大乳元昊问,就是写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的那位,他给耶律储才写信,请他帮助北方的书生。 此后,耶律储才联合当时深受蒙古台信任的汉人和尚海云一同努力,最终在公元1237年说服蒙古台进行了一次如虎考试, 在北方汉人中选拔了4030人定为如虎。 虽然这次考试跟科举考试有本质不同,并不和选拔官员直接挂钩,但如虎却跟一系列政治待遇关联,成为如虎之后,这些如生的家庭可以免交付税并免付摇曳,而他们的义务就是上学和教书。 当时袁婷甚至要求每个如虎必须有至少一人在官办学校内读书,读书的时候政府还管饭, 学校的老师也基本都是出身如虎,学校还给一定的补贴,而更关键的是,当时如虎的待遇还是世袭的。 所以当时虽然中原文化对蒙古大汉家族核心成员个人的影响还比较少,但以汉法治理汉地的萌芽可以说已经诞生了。 不过在蒙古帝国时期,以汉法治理汉地的思维基础还只是部分人认同,在沃阔台晚年耶律储才失宠之后,如虎制度很快有命存失亡了, 而这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教士成为了最受蒙哥等蒙古大汉欢迎的群体。 但在公元1251年,铁木砖的孙子忽必烈受自己的哥哥蒙哥的拆遣,开始治理汉地,而他到任之后不久就接见了袁浩问。 袁浩问则重新提议给予如虎各种优待,忽必烈在当时已经基本下定决心用汉法治理汉地,并把汉地当作自己的根据地经营, 但当时的蒙古大汉毕竟是蒙哥,所以他自己一世做不了主,但他很快联络上了当时蒙哥身边的重臣, 也就是一个名叫高智耀的汉化西夏人,让他也一同帮忙做蒙哥的工作。 最终在忽必烈和高智耀的努力下,蒙哥在公元1259年下诏,免除汉人与西夏人中儒式的摇曳,也就是恢复了儒式的待遇, 而忽必烈通过这一系列行动,在华为地区赢得了大量儒式的支持。 袁浩问甚至在面见忽必烈不久,就将他尊为了儒教大宗室。 而在忽必烈灭亡南宋之后,还将儒乎制度推广到了南宋故地, 而且南宋故地后来被认定为儒乎的人数还远远超过了华北地区。 由史料记载,当时仅仅江浙地区被认定为儒乎的户数就达到了1.3万户之多。 而忽必烈从到了汉地开始就招揽了大量儒式, 建立了自己了解汉人谋式智库,也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金连川幕府。 在这个过程中,忽必烈也意识到要稳固在汉地的统治, 让自己乃至自己的家人,了解汉文化也绝对是一个必要的举措。 当时忽必烈把两个知名的儒式请来, 教自己的儿子真经学习汉文经典孝经, 而且真经每天还要练习汉文书法。 另外,真经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前文提到的汉文和尚所取的汉名, 寓意就是世间万物以真经最贵。 而最后忽必烈能在和弟弟阿里布戈的内战中获胜, 可以说他在汉地的实力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而这一切也为忽必烈在公元1271年建立元朝, 并将其定位为中原本位奠定了基础。 不过任何一个族群包括被公认汉化最彻底的鲜卑人, 以及后来清朝的满族, 写汉化也都经历了差不多一百年的过程。 所以忽必烈虽然有汉化的愿望, 但在当时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元朝皇族, 想一下子完成汉化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过忽必烈会说汉语写汉字是没有疑问的, 因为他一直就很喜欢汉文化。 很多史料显示当时原庭有专职的翻译群体, 这些人主要是为不懂汉语的蒙古和瑟姆大臣服务, 元朝上朝时会让他们进行翻译。 但忽必烈居然很多时候能发现, 这次翻译翻得不对的地方, 然后会直接纠正, 用正确的话再翻译一遍。 当时在元朝的朝廷上不光有蒙汉大臣, 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亚、西亚乃至东欧的色目称子存在, 而这些人有些是既不懂蒙语也不懂汉语的, 所以元朝朝廷的翻译群体里有相当一部分, 其实是各种色目语翻译。 比如有记载显示, 当时忽必烈的翻译里就有一个叫艾薛的叙利亚基督教徒, 而在元朝前期, 因为语言不通的蒙古和瑟姆大臣大量存在, 所以元庭的翻译队伍也非常庞大, 根据一些学者统计可能有200到300人之多。 所以元朝皇族的汉话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元朝前期, 还是有大量蒙古贵族是不会汉语的。 比如我们刚才提到, 忽必烈的长子真金, 汉话程度很高, 从小学写汉字, 但真金的长子却似乎汉字水平不高, 因为有记载显示, 他在蒙古地区作战时, 曾经让人给自己翻译汉文经典, 辞职通鉴阅读。 所以在忽必烈身后, 有个别元朝皇帝汉语水平不如忽必烈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在忽必烈去世仅仅18年之后继承皇位的元仁宗, 却已经毫无疑问会写汉字了。 史料记载, 他在位期间曾经亲自书写过, 任命汉称郭冠为礼不尚书的汉文诏书, 而且他还能阅读汉文经典贞观正要, 读了之后感觉非常好, 所以下令将其翻译为蒙古文, 让当时还不会汉文的一些蒙古人和瑟蒙人阅读。 当然, 元仁宗会写汉字也是一点也不奇怪了, 因为他十几岁就师从著名儒师李梦, 而最后来不少文化名人还都和他有很多交结, 而深受汉地儒家文化熏陶的元仁宗, 在位时也正式在元朝恢复了科举制度。 而也是在此期间, 整个元厅乃至中央地区的蒙古人和瑟蒙人, 汉化程度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以至于在元仁宗的儿子元英宗在位期间, 有位汉人官员竟然提议将元朝监察体系里的翻译全部裁撤, 原因是当时元朝各道的监司基本都会汉语了, 只有个别人不会, 所以绝大多数翻译整天无所事事, 成了白吃饭的人。 在元英宗之后, 元朝又经历了几年政治混乱, 在公元1328年, 元文宗取得了皇位, 而这个元文宗的汉化程度相比于元仁宗, 则幼上了一个层次, 这个元文宗应该是从小就接受汉文教育长大的。 另外在元英宗在位期间还曾被流放到海南, 后来又到南京待过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可以说他基本上整天就是 吟诗作父和游山玩水度过的。 所以元文宗当时曾经创作过大量汉文诗歌和图画, 而现代能看到的还至少有两首诗和一幅画。 下面这首《青梅诗》就是元文宗的作品, 《自孝当年志气豪,首攀红杏,寻金桃, 明南地辟吴家果,问住青梅,价义高。 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汉语水平了, 而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 他继位时元朝才建立了52年, 儿童时代就到了广西桂林大元寺, 随寺里的秋江长老学习汉字以及论语和孝经, 可以说是接受汉式教育长大的。 在他当机之后, 元朝史料记载的《御前奏队》之中, 就再也没有翻译出现过, 这也就意味着, 当时不光元顺帝本人汉语交流已经完全没有障碍了, 而且几乎所有的蒙古大臣汉语交流也基本都没有障碍了, 而元顺帝甚至还曾亲自修改过汉文诏书的措辞, 这也则以显示其汉文水平至少是接近母语水平了。 此外, 大量历史记载表明, 元顺帝的儿子北元昭宗的汉文水平比元顺帝更好, 许多国内外学者甚至认为他接受的教育已经是完全的汉文。 所以总体来说, 元朝统一中国之后虽然统治没有维持到一百年, 但元朝皇族乃至进入中原的蒙古人的汉化速度, 却并非像网传的那样慢于其他一些朝代, 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